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有啦 有啦 很棒啊 事實上我們打獵並不是說 一味的在這個上面找東西 那輝鼠來講 他吃過的東西也會掉下來啊 所以這種狀況就是我們祖先啊 趕交給我們的智慧 我們這邊也是一樣 夠用了我們就回家了 對對 也不會濫傷 我們今天就是 跟著那個仁耐鄉鄉長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跟著原住民去打獵 這個就是我們 從場到獵場 入山的時候 有一種儀式 要有檳榔 酒 還有香菸 生態達人黃曉思這天 與南投仁愛鄉鄉長 跟著兩位原住民獵人入山 實際拍攝夜間打獵的畫面 過程中 黃曉思與鄉長數次強調 兩位原住民不僅是合法打獵 也相當重視祖先傳承下來的規矩 在打獵時都會注重生態平衡 獵物夠用了就會反乘 並將獵物分享給族人們一起享用 跟著電腦 我們一起享受 一會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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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兩次燒餅怎麼會掉芝麻嘛 對對對 所以這種狀況就是我們祖先 團交給我們的智慧 這次 你們打人吧 打碗 我一直很想幫原住民發生 因為在台灣住最久的應該是原住民 但是當時原住民為了養蝦虎狗 為了傳承原住民的文化打獵 撐他都很厲害 然後現在又有動寶法也有寶法 搞到原住民要狩獵他們的這種性質 就是很多人就是在網路上都說 什麼年代了你們還在打獵 但是真的不是用錢嘛 最高尚嘛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文化嘛 那原住民的文化應該要傳承一下 我是覺得這樣 其實文化的價值跟它的獨特性 在索密裡面就完全展現出來 我們不能說用你們自己的價值觀 來看我們原住民的文化 我們常常在講台灣真正的主人 是我們原住民主人 對 沒錯 我們原住民其實都承襲了這種 我們祖先啊所交代給我們的 什麼時候可以去守累 什麼時候不能守累 守累的時候你也有什麼禁忌 這個都有傳承下來 事實上外面的人並不了解 你不要把它化作等號 慢慢來沒關係 還在還在 好 OK OK 來 等我等我 等我 來 有沒有 有 好 厲害喔 走走走 成功 成功 有 這個 橄欖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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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羊 還沒看 有有 這寶一類我們就不打了 其實原住民打類他們是有原則的 再看一下嘛 潮潮山羊 有 在那邊 我怕她去撿 撿一下而已 真香 这几百米 一两个给你们看 快点快点 在上面的平台 不好爬 我们枪支的运用 其实目前为止 管制还蛮多的 自己的看法里面 应该把枪支 要去现代化 让我们狩猎的命中力高 如果今天枪支的手切度不准 不能够所谓的一枪毙命 那造成那些动物如果受伤 跑走的话 隔个两三天 它也是实在放假委外 那对生菜平衡来讲 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我想这个值得各单位 去逆向的去思考 把这个生态平衡 跟我们现在的寡龟 都能够结合 也让我们原住民 出去手类 都能够非常平安 而且非常顺利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不过去思考 我们下期待 我已经有一个小小小的 我也是可以 我们下期待 有些小小的 我们下期待